这是乌林霄 它们是森林里的灰色幽灵 也是树干顶端的育畜专家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乌林霄小家庭 是丽娅和她的哥哥在2020年初发现的 并且记录下了整个捕育的过程 对于这种数量稀少 即使在野外也很难被发现的鸟类来说 它们的生活极为隐秘 丽娅一家起初发现时 这对新婚乌林霄还在寻找合适的巢穴 这种鸟通常会选择超过20英尺高的断裂树干顶端 或者是侵占其他鹰类的大型巢穴 安全的腾室也能保证有较好的狩猎视野 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个断裂的树干作为艾巢 一段时间的观察后 母亲的低头行为似乎是在说明 她的身下已经有小鸟出壳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 丽娅就发现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探出头来 又过了两天 第二只幼崽也进入视野 在接下来的三周 母亲几乎寸步不离保护幼崽 而父亲则负责狩猎养活妻儿 出生刚晚十天 他俩已经能够大口吃肉 并且体型已经翻番 母亲不仅遮风挡雨 更是亲力亲为整理他们的羽毛和巢穴 甚至教会了他们往巢穴外排泄 三周后 母亲和父亲会轮流进行召喊 这也增加了幼崽们无人召喊的时间 幼崽们开始适应无人召喊的情况 等到第四周 这对父母开始在附近的枝头观望幼崽 在保证他们安全的同时 也让幼崽们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不过此时的他们体型已经很大 随时会出现被另一只挤出巢穴的情况 事实上这种事还是在一周后发生的 不过不用担心 地面上的小家伙依然安全 就在巢穴附近的父母眼皮下活动 很快另一只也主动到地面活动 并且都学会了爬树 毕竟地面上有着很多的敌人 学会爬树和飞翔越快越好 母亲在养育七周后便会选择离开 父亲则会担起养育重任 不断提供食物长达几个月 五个月大时他们已经羽衣丰满 体型也与成鸟无异 直到寒冬将至 已经快一岁的兄弟俩仍然亲密无间 他们将彼此扶持 直至能够独自面对这片危机四处的森林